詞曲 李宗盛 人生就像河流一樣 食而穿急 食而乾枯 有崎嶇 也有平靜 但是我們的環境好像也是如此 離開繁華的都會生活 我來到淳樸的苗栗喉龍 生命中有許多事情 我認為是可以找尋到平衡點的 我從事環境保育及核酸富裕許多年 我始終認為 人類怎麼對待大自然 大自然以後就會怎麼對待人類 是 苗栗喉龍溪的話 感覺環境還滿好的 我覺得應該是比外面的 像大都市之類的河流還要乾淨 因為在走路上 走來路上的時候 或是在田間小路走的時候 看到旁邊的水溝之類 裡面有些螃蟹小雨什麼的 還滿好的 好可愛 好可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早期的厚荣溪是还蛮多水的 小时候在河边还可以抓到蝌蚪泥丘 以前的河流水质真的很干净 从事河川富裕工作的朋友牵线 让我们有机会体验一下难得的人情味 可以靠近乡村土地及河流生态 现在的河川保育的意识比较太好 越来越多人尝试这样工作 因为你看像河川弄干净所以这边的物种呈现非常多原因 像做河川的保育工作其实都要分工合作完整 那有的人是做物种的勘厂的 必须用各种方式把里面也捞起来 然后做人作纪录之后再放车 那有的人员是做河川的巡舍 所以会固定来这边巡视 看有没有一些不肖的产生 或是一些民众乱丢的事造成河川的迷迷 像在河川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多元物种 就像是我们音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曲风 要很多的不同的生态或物种才能够让河川变得漂亮 那我想我们也要从很多不同的曲风里面找寻灵感 那这应该就像是在跟既是大自然学习吧 我们玩浴团的常常因为为了创意的灵感思考 无苦出路 眼前这丰富的生态风景 其实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灵感来源 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有可以学习的特质 你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好不好玩 好好玩 好好玩对不对 以后还想再来吗 还要再来玩 好 好棒 抓那个防蟹岸桃鱼 要抓到哪儿飞桃 那就快来掉了 跑掉了 这些多元物种的保育 环境工程的规划 水质的管控 都是众人合作的成果 在生态保育所有专业人员的努力下 让后龙溪得以继续滋润大地 就是把既有好的东西继续保留下去 继续维持下去 不然下一代也要在怎样的环境生活 我们真的是无法去想象 我藏在都会与乡村间来来去去 我在后龙遇到的地方齐劳 她的人生智慧让我受用无穷感同身受 你看这个后龙溪的水 这样滚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干净 实际上它也是从身上流到这里 水经过的地方 生物都可以繁衍 可以滋长 这几天带着玩乐团的朋友 体验我们河川保育的成果 大家各有收获 我们很庆幸活在数位时代 有这么多科技工具可以运用 也许河川保育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投入 但是透过网路平台 可以把努力成果跟全世界分享 爷爷 你怎么在这儿 好 很好 你看 这水很美吧 对啊 这个河水啊 经过高山西谷 然后流到这里入海 春夏秋冬不断的流 就好像人生一样 一个人啊 一生的命运也像水 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也经过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 有时候冷 有时候热 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人生就觉得更美 更美好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路上 我们是否该多些时间回头看看 介于商业科技与人文价值之间 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拿捏平衡点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